今天是初二回娘家的日子 除了该注意路段塞车的状况之外 不少观众朋友一定也很好奇 今天天气到底如何呢 要交给敏锐 是 一轮早安 一样跟一轮说的一样 观众朋友们想必都很关心 今天初二的天气状况是如何 初二很多观众朋友要回娘家 要提醒你行车上面一定要注意安全 用我们雷达扫下去 你看整个北部地区 中部以北还有东半部地区 看起来都还是有水汽的 从昨天到今天已经下了好久的雨了 所以要提醒您经过山区路段 尤其像是苏花公路 还有北夷公路这边 一定要特别注意安全 当然有些人可能会走中横公路 这边就要比较注意了 如果说和欢山还是有些降雪 或是结冰的状况 这个路段可能都会受到一些影响 记得上路之前要做一些功课 另外气象局也特别针对了部分区域 发布了大雨特报 您看我们刚刚提到的 花莲山区和欢山路段 还有包含台北市的山区 以及基隆北海岸 还有南投地区 这些地方都要比较流域 雨会相对大一点点 那其他的北部地区 还有东半部地区也是有水汽的 今天出门还是把雨具带着比较好 那初二嘛 很多人除了回娘家 也会一路边走边玩 各地的天气状况如何呢 中南部的天气 当然天气是相对稳定的 您看降雨几率只有20% 所以天气状况相对稳定 而且您看白天 中部高温会来到23度 南部会来到25度 天气是相对温暖 而且是偏舒适的 那所以要提醒您好好把握了 有些观众朋友会想说 是不是天气要开始好转了 要提醒您 其实就只有在初二而已 再来初二初三 会有一个天气变化 初二中部以北 还是受到滞留风的影响 所以包含华南云雨区 部分区域会有降雨 初三会雨波 封面影响台湾 封面通过之后呢 东北季风 或者是大陆冷气团 又要来影响我们了 温度降温会有多明显 我们带您看曲线图 初二是第一条线这边 您看北部地区 从高温19度 一路会掉到16度 中部的话 高温今天是22 23度 到了明天后天 您看就只剩下20度 而且低温会掉到14度 包含南部地区也不要轻忽 一样是会变冷的 这两天的高温都有23度 可是到了初三 初四 初四的时候您看 其实温度就掉到14度了 所以早晚都是凉的 记得外套不论如何 你这几天去哪里玩 都要把它戴着 会比较保险一点 最后帮您做一些整理 我们刚刚有说 初二初三 部分区域是有雨的 您看比较多都集中在 东半部地区 还有我们的北部地区 那当然到了初三初四 刚有说温度上面会有变化 您看其实到了这里 水气会相对减少 尤其中部跟南部 其实都是偏干燥偏舒适的 可是记得到了这时候 温度会变冷 大家一定要做好保暖工作 以上为您掌握情形 把时间交换给议论